花小龙从小就喜欢养各种各样的花 他养的花非常的鲜红艳丽 惹人喜欢 可奇怪的是 他从不向任何人透露 他自己养花的方法 小恐龙听说后 便想着 要是让我知道了他养花的方法 那我以后不就发财了 嘿嘿嘿嘿 夜里小恐龙偷偷溜进花 没想到 他不但没有生气 还很乐意告诉小恐龙 自己到底怎么养花 便跟小恐龙说 我养花的奥秘 都被我藏在地下室呢 我现在带你去看 可你不能跟别人说 小恐龙说的 那我肯定不说啊 到时候 我养的花 卖的大价钱的话 我一定分你一份 说完 好小龙就带小恐龙去自己的地下室 刚到地下室 眼前的画面 就让小恐龙惊慌失措 小恐龙低头梦念着 他 他居然就这样养花的 我要跑出去告诉大伙 小恐龙刚抬起头 好小龙就来到他面前 小恐龙 起碼